新书快报 生了一个有自闭症倾向的小孩 在大人的身上会发生什么事呢 除了挫折 忧虑 干预 无助之外 其实还有别的 有爱 有小确幸 喜悦还有成长 这些惊喜和意外的发现 来自于大陆作家哥亚的书 不过生了一个小孩 哥亚你好 你好 我想你生了一个自闭症倾向的小孩 在旁人的眼中好像有很多要忧虑的事情 你的小孩叫火娃 他说了一句话说 妈妈 我可以吃芒果吗 其实这句话我听起来还蛮普通的 为什么你们会欣喜若狂呢 对 那一篇的名字叫做 我有一个好消息 就我们家里面有一个family的那个群 火娃有什么好玩的事情呢 我们都会在这个群里面分享 就比如说有一天他突然问我说 妈妈 我可以吃芒果吗 我就觉得好开心 因为他以前要吃芒果的时候 他就会对着一个芒果说 要吃芒果 要吃芒果 如果周围的人没有听见的话 他就会直接拿刀 把那个芒果切得乱七八糟的 那芒果很可怜 但是现在呢 他知道向一个人来求助 他叫了妈妈 而且他用了我这个字 因为对很多自闭症的孩子来讲 理解你我他的用法 都需要很长时间的练习 所以这对他来讲 就是一个很大很大的进步 但是别人是理解不到的 不过是生了一个小孩 只是有自闭症倾向 但是外人还有你自己 我相信一定都有很多不同的眼光 还有成长 那讲到成长这件事情 就让我想到说 你在书里面说你的小孩是个放大镜 还有在佛教里头法器 他会凸显映照所有大人的烦恼和焦虑 我觉得这点非常有意思 你还讲了一个故事说 那时候你就看到你的小孩火娃 在一个非常危险的地方玩 结果来来往往的路人 每一个看到他都有不同的焦虑 他们反射出什么样的想法呢 那天我是带着火娃去尔海边玩 海边是有很多大石头 它的平衡能力是很好的 而且有危险意识也很强 所以我就很放心 就一路了就遇到很多人 就比如说有个老太太 就很大声的教训他 你怎么这么皮 谁家的孩子 发现我在旁边呢 就没有要成他好意的意思嘛 又当着我的面说 你这孩子也太皮了 我没有理他 因为我觉得他是那种很紧绷 又很没有界限感的 我们是陌生人 这个小孩没有伤害到你 他只是自己在玩而已 你其实是没有资格 去帮人家管小孩的 我觉得这是一个 基本的做人的界限 那也会有碰见那种 牵着手谈恋爱的男女啊 就女生就会说 哇那个小男孩长得好帅哦 有一段他们就看见火娃 差点摔倒嘛 他们也会跟着小小的惊呼 然后在火娃拉住树枝的时候 保持平衡 他们就很开心的跟着笑 所以我觉得恋爱 是一件很好的事情 恋爱中的人就像开了天线一样 真的是你心中有爱 你就会看到很多美好的事物 可是看起来好像你非常的冷静 在看你的小孩 在危险的地方玩 我相信你不是一开始 就这么的放心吧 因为他是 因为我从小 我对他很了解 他的平衡能力 是比我好很多很多的 而且他的危险意识 真的很强 因为当时我是评估了一下的 我说你如果是掉到海里的话 因为海边是很浅的 掉到海里 那也不过是换身衣服而已 那如果掉到陆地呢 那陆地上面只是软的泥巴 可能连一个创可贴都用不到 所以我觉得 那你不管怎样 都不会有什么大的后果 所以我就无所谓了 因为我觉得男孩子 是需要带的比较粗糙一点 原来是这样 你心里面早就已经盘散好了 对 我盘散好了 在您的书 不过生了一个小孩里头 我看到你 也曾经是一直忙着赚钱 把小孩丢给别人养 然后坐在车里面哭 那你后来放弃了原本的工作 搬家到云南的大理 而且你还去学了特殊教育 了解自己的自闭症小孩 我觉得这整个过程 非常不容易 我觉得我最重要的成长 其实就是我愿意去 尝试去理解他人了 因为以前的时候 是我很惧怕 所以说我把惧怕的事情 挡在门外 当我觉得 我不能让那个恐惧 来把我自己压垮的时候 我就想到 我要去穿越那个恐惧 而穿越恐惧的唯一的途径 我觉得就是学习 在这个学习当中 我觉得我自己 最重要的成长就是我对 会对不了解的事物 保持一种更谦卑的心 不会随意去贴标签 因为以前我是不懂 什么是自闭症的 因为我是第一次做妈妈 而当我去学习了之后 我才知道他没有那么难了解 而且不仅是他 任何不一样的人 都是可以被了解的 比如说对阅读障碍的孩子 我们可以将看书变成听书 把笔试换成口试 他一样可以在学业上 得到很多成就 所以只有了解了才能理解 只有理解了才能支持到 讲到对小孩的理解 我看到你在不过生了 一个小孩里头写了好多篇 你跟你的火娃 在玩的时候 有一种充满惊喜 又亲密的各种爱的对话 我觉得有个故事 超有趣的是 比如说你很想教火娃 学会怎么样分辨一块钱的价值 所以你逼着他 要把你当做卖香肠的香肠店老板 我觉得这段非常有趣 是 是那段时间 因为我就很想教他认钱 因为很想让他自己能够去小卖部买东西 所以我就想 我在家里面要不要模拟一下 我是小卖部的老板 然后他就来我这里买东西 我们做一个角色扮演 那段时间他刚好很喜欢吃一种 很小小的那种烤肠 于是我就给了他很多的一块钱 就是你如果想吃烤肠的话 你就到我这里来买 但是你需要跟我说 老板我要买烤肠 这个游戏就进行了很久了 他也就很安心的 从我这买了很多烤肠 那有一天外婆就闲着没事就问他 你知道你妈妈是做什么的吗 那以前他可能会说 妈妈是写稿子的 或者后来我的大理开了微店 所以他又知道妈妈是要打包的 但是那天他想了想之后说 妈妈是卖烤肠的老板 他花了很多天来明白 这仅仅只是一个角色扮演的游戏 原来会有这么多有趣的互动 我看你自己在书里面说 你自己是个带娃兼卖货的 其实我觉得你的文笔非常的幽默 家里面有一个自闭症倾向的小孩 其实我相信外人怎么看你 其实你一定会有一种压力 但是你怎么看待那些家里面 有自闭症小孩的父母呢 有些人会说 你家里有自闭症的小孩子好幸福 他不用去跟别人去比成绩 不用去高考考大学等等 但是自闭症这个群体的家长 他们的攀比就一点都不比普通的家庭差 他们有自己的领域的攀比 就比如说你的小孩会说话又怎么样 我的小孩会画画 然后有的人说你的小孩会画画怎么样 你出门连公交车都不会坐等等 他们会有这样很多很多的攀比 我觉得攀比是人的天性 然后这种攀比到后来就会演变成为很焦虑 但是我好像就有一种天然的特质 就是我把这件事情放开了之后 我就根本就不介意别人怎么样看待我 我没有太关心这件事情 我觉得这也是我自己很认真的去和我的小孩去相处 然后我去养育他带来的礼物 就是我会比较关注自己当下的生活 和建立自己的日常 我要做的事情就只是从他当下所处的位置出发 去陪伴他 看到他的一点点进步就已经很好了 但是对于那些失控的父母 因为我自己也是一开始会有那个阶段 所以我也想在此恳请 就是大家能够给他们一些时间与空间去成长 就不要给他们贴一些很想当然的标签 比如说是不是以为你工作太忙 没有好好陪他 所以他就会得自闭症 我觉得这样的话是很伤人的 也不要去提一些很轻率的建议 比如说没事了 你多带他出去跟小朋友玩就会好的 就是一定要知道就是每个妈妈 在每一个兵荒马乱的早晨 都希望有些事情能够变得不一样 在你这本《不过生了一个小孩》书里头 我看到你常常在解读小孩的情绪 我觉得你是个很棒的翻译机 你怎么能够应付孩子的这些坏情绪 然后从他的一些表现来解读他 还有回应他呢 我想举一个例子就是有一次我们跟一群朋友 我们在西双版纳去玩 西双版纳是天气非常闷热的 我已经看到他很不舒服 但是朋友因为还要看表演嘛 所以我们就不能够自己先离开 他原本是有一些很懒的很累的作者 突然开始就大笑 就会让不了解的人觉得他是很开心的那种笑 然后我就马上跑过去问他说 你是不是不舒服了 他马上就哭起来说是的 我说那我们去找个凉快一点的地方玩水 等会我们等阿姨回来我们再回酒店 之后见证这个过程的我们陪的朋友就说 就是你好懂他 你是怎么知道他在笑的时候其实是想哭的 我说在一个没有任何嗨点的时候 你突然强制自己嗨起来 就代表他已经很不舒服了 他的成长过程里面就是习惯性的要去忍耐 要去压抑 他还没有习惯就是对大人很放松的表达自己的情绪 所以他是需要被看见的 而我要做的就是看见这些东西 所以这几年我也是一点一点在通过这样的沟通 在告诉他妈妈其实已经不是以前的那个妈妈了 你可以信任我多一点 可以在我面前更放开一些 你不需要那么懂事 你不需要成为一个太乖的孩子 在你这本书里头 其实我们看到了很多例子 都让我们重新的认识到自闭症倾向的孩子 他有可能各种的情绪 我们要怎么样适当的回应他 那今天非常谢谢大陆作家哥亚 写了这本不过生了一个小孩 谢谢您 谢谢 欢迎下一次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新书快报